台湾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 涉及泄密的案子 台湾总统府星期二 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在野党方面还希望 在案情水落石出之前 两岸之间的协议应该停止审议 现在我们视频连线 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 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林飞你好 首先来介绍一下 台湾的总统府 对于这个案子的最新的说法 好 因为张显耀涉及泄密案的这个事情 现在在台湾的媒体界 还有政治界 仍然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而且也传出了很多的揣测跟传闻 甚至有人说它是共谍案 是台湾的政治斗争的结果等等的 所以台湾的总统府 今天特别召开记者会 等于算是做了一个澄清 那么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有人谈到就是张显耀的这个去职 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金普聪所指示的 那么总统府特别澄清 这并不是事实 那么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总统府特别说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这个司法程序 那么现在在警察单位处理 那么希望呢 不要有人借此来这个进行操作 那么影响到了台湾的这个利益 还有影响到了两岸关系 那么事实上在此之前 张显耀呢 他在昨天特别在律师的陪同之下 主动的前往台北地检署来说明 那么他在这个庭中啊 那么据他后来转述 他特别强调了 就是他在陆委会两年六个月的期间啊 他并没有做出这个预举的事情 他也都是按照这个长官的指示啊 来办事 那么他也特别强调呢 他现在落得这个涉及这个泄密罪 他觉得是非常的冤枉 那么他也特别强调了 这起案子啊 他觉得不是法律问题 他觉得是政治问题 而且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 涉及了国家安全 那么与此同时 台湾的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啊 表示说这个案子呢 现在已经在进行侦查 那么同时张显耀呢 是被限制住居 也必须随传随到 林森 原来刚才说到 这是所谓什么党派的政治内斗啊 我们就来谈一谈 台湾的在野党 是如何看待这个案子的发展的 那么未来呢 这个案子会对 比如说在野党 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好 在野党方面当然是非常质疑 这个案子 认为这个动机不单纯啊 他们甚至认为说 总统府今天召开这个记者会啊 有一点在做这个隔空的篡证啊 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证人 那么甚至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案子的这个司法侦办的这个情况啊 那么在一党这个民进党方面 甚至认为说 因为这个张显耀他等于算是很重要的 两岸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角色啊 所以 呃 试涉这个国家安全 所以马英九总统呢 也应该要这个出庭来进行说明 那么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在野党 台联党啊 今天也召开记者会 他们认为 呃 因为这个张显耀他是一个很重要的 两岸谈判的这个啊 呃 人物啊 那么现在呢 等于算他的这个设计了这个泄密案 那么甚至陆委会还指控说 张显耀逾越了这个他的这个权限 甚至可能在谈判当中泄露了底线啊 他们认为这个非同小可啊 都会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国家安全 因为举例来讲 这个两岸服貌协议呢 如果当中涉及泄密的话 就会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的经济利益 所以呢 台北党特别认为了 就是在这个张显耀的这个案子呢 还没有查的水落石出之前啊 那么两岸的现在的这个谈出的 像是服贸协议啦 乃至于未来要谈的这个货贸协议啊 都应该要暂停 那么现在在这个卡在立院当中的 立法院当中的这个服贸协议的 这个审议工作呢 也也必须要这个暂停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一党方面 现在还是这个不断的质疑这个案子的 动机不单纯 甚至会影响到台湾的国家安全啊 那我们也看到了 台湾的海基会董事长林中生啊 他日前和媒体在参序的时候呢 则来这个缓夹啊 来做一些解释 他说两岸的这个互动跟协商啊 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也建立了一些互信 他不认为张显耀的这个案子 会影响到两岸之间的关系 林森 好 谢谢永泰 这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